老板哥今天给你添麻烦了 没事都是老乡是吧 又是网友是 又是粉丝他来看我 我也特别开心 就证明你这么久了 也是可可也是第一个粉丝 来找我玩的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蛋 今天特别开心了 今天赢了一位客人 也是我的一位粉丝 也是铁粉家人 本来是准备去外面吃饭的 既然是家人 那我必须要请他在家里吃饭 是吧 然后我也想录一下我这个技术 炒菜的技术 让他尝一下我这个技术怎么样 老板 外部的今天早上这么早 我说你去哪里了 是吧 今天早上我看一下六点多 七点钟他在起床 然后又早点才来买的美味啊 老板你知道这个是什么菜吗 是吧 嗯 这个鱼嘛 这个啊这个不是鱼哦 家人们猜一下这里面是 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道美味啊到处给大家看一下 真是秘密的 甲鱼是吧 嗯 今天我就要录一首美味的 这个甲鱼啊是我们江西的一个招牌菜 甲鱼炒露 等下看一下我做出来的成果怎么样啊 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中午你就好好展示一下你的厨艺啊 你以为每天就我们三年在家 哇 我真的不买什么菜给我吃 好久没吃过你炒这么多个菜了 是的 特别是这个这个菜哇 我记得还是亮澄明的时候去年吃过哎 哦是这个菜已经很久没做了 因为这个菜有点贵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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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中午就好好表现展示一下 一定要粉丝尝一下我这个炒菜的技术 是吧 我要过里有点油 炒蛋炒菜就是牛 死了你的嘴 我来想叫可可出来聊一下的 他在休息 对不对吗 他来我们这里 孩子还好远 应该要三个小孩 他会怎么休息一下 先做好饭 再叫他起来 哎呀 今天做一个江西市场给他尝一下 因为 做一个江西梅姨啊 也是我们的招牌菜啊 今天路里省 现在这肥都已经炸坏了啊 现在我们可以把这炸一放过去 再招牌菜 现在这个工具烧着 vi reservation vital 肥都没有 干辣椒好了没有 干辣椒搞不来 大蒜一搞不进 有点炒心 那边有少子 真的是太 给你们添麻烦了 等下来看一下你们 没事的 不要太客气了 来了就可能是吧 这个就是甲鱼 所以注意到甲鱼炒肉 你们那边也没这道菜啊 没有 我不会做菜 你不会做菜啊 跟我一样 我嫁给他之后我就没进过厨房了 我反正什么都会干 就是不会干这一样 不会干这一样 这个也是个人的爱好 像我的话就比较喜欢做饭了 就是感觉去饭店里面吃 不难叫做饭 被做饭 就是感觉去饭店里面吃的话 就没那种感觉 还是喜欢自己的味道 对 饭店的油太大了嘛 你自己做的就 你自己饭店做的好 哎呀 尝尝这个味道怎么样才去做 原来是这个的 嗯 家伖们 我只是作为一个粉丝 来到华宝姐跟乐囊哥家 没有想到他们这么热情的招待我 嗯 朋友来这里就不要客气 都是朋友是吧 没有粉丝们的支持也没有我们的今天是吧 也是难得的有这个自媒体才让我们相遇是吧认识是吧 所以说我们就是 你要那个感谢这个自媒体 是的 让我们预见 哇 对 我看到你这个 这个做得太好了 这个它已经好了 可以了 那我来尝一下 这盐够不够 哇 这个 这个 特别铁金啊 嗯 尝一下 哇 我尝尝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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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 我会知道吗 哇 这味道真的好吃 很好 那可以起锅了 哇 今天这么有口福了 嗯 好 哈大 好久没有展示你都求你了 是的 是 哇 一道美味诞生了 家伙们 看到有没有想吃的 你看这个颜色五颜六色的是吧 特别给的啊 嗯 嗯 作为一个炒菜的师傅来说啊 炒菜就是 别人尝到我们炒的菜好吃 就是这就是我们的成就感 哎 哥哥 今天就简简单吃一顿啊 哎呦 这还简单呢 这么丰盛 我本来就是来看一下你们 你太客气了 这是假银 这是雷银 这是青椒炒肉 这是青菜 哇 这个是肉丸汤 都是我爱吃的 喝点水的 啊 心心啥子 不客气 不用客气 来到这里就是自己家一样 是吧 我们也不喜欢吃吧 太客气了 出门在外就是要随意一点吃到啊 来那我们就开始吃饭吧 哈哈 叫王子能过来吃饭 王子能 吃饭 吃饭了 来 先喝 先吃一个这个 这是肉丸汤啊 多吃点要吃饱 来 趁点水 先吃这个 汤等一下再把 把它都肉丸 其实我们可可也是一个精良样的 美丽啊 也是特别有爱心的一个女儿子 我也看过她的视频 也有很的经历是吧 天言万语 我只能说谢谢 谢谢 没事 谢谢二蛋哥跟嫂子 吃饭了啊